曾经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巴比伦空中花园 如今真实性受到质疑 但却引发了一个更为迷人的现代城市发展概念 空中花园 在这个视频中 我们将带领领略绿色建筑和城市绿化的魅力 探讨空中花园如何成为现代城市的一种美丽与生态的共荣之道 巴比伦空中花园是古希腊文化所掠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古代许多作者都以极大的钦佩描述了这一非凡的工程成就 这座建筑奇观是一个由四层组成的金字塔 每层都是建在柱子上的平台 高50肘,约27米 为了防止水渗透 底层层不规则的是边形 每个平台的表面都覆盖着一层与天然粒青混合的芦苇 然后在上面放置两排砖 用石膏沙浆砌层 最后放置千板封柱 在千板上倒入肥沃的土壤 种植各种草、花、灌木、树木等 楼层的高度为植物提供了充足的光线和空间 金字塔就像一座长绿的小山 花园层层叠升 每层之间还有用粉红和白色石头铺成的台阶 平台本身就像梯田 每个平台都是一个独立的花园 这就是空中花园这个名字的由来 最美的是 所有的梯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洞 沿着外延蔓延的爬行植物和攀原植物 将所有的花园连成一个整体 树木、灌木虫、树梨 以及鲜花大道都融入其中 赤森平台的柱子内部建有管道 从用发拉底河把水带到最高的梯田 然后水流成溪流和小瀑布 浇灌下层植物 这些神奇花园中盛开着最奇特 最稀有的植物 白天和晚上 隆立或劳工们用皮质容器转动水车 用油发拉底河的水浇灌空中花园 凉爽、阴凉的花园中 水深潺潺 仿佛是炎热的巴比伦沙地上的真正奇迹 有一种古老的传说至今保存着 苏风中花园是于座被称为 人类奇迹的壮丽宫殿一起建造的 由巴比伦国王尼布贾尼撒二世 公元前60562年统治 巴比伦空中花园是古希腊文化中 列出的七大奇迹之一 被古代各种作者以极高的赞美 描述为一项了不起的工程成就 这一建筑器官是一个由四层楼组成的金字塔 每层楼都是柱子上的平台 高约50走 约27米 底层层不规则的四边形 以防止水从表面渗入 每个平台的表面都覆盖着一层 与天然丽清混合的芦苇 然后在上面放置两排砖头 用石膏砂浆建造 并在上面放置牵绊将其全部密封在一起 在上面倒入肥沃的土壤 种植各种类型的草花 灌木 树木等 楼层的高度为植物提供了充足的光照和空间 金字塔是一个长立的山丘 花园是阶梯状的 阶梯之间有用粉红色和白色石头覆盖的台阶 平台本身类似于梯田 每个梯田都是一个独立的花园 这就是流行的空中花园名称的来源 最大的美丽之处在于 所有的梯田都形成了一个整体 蔓延的植物和藤外沿着外边缘 传到下一个梯田 从而将所有的花园统一成一个整体的树木 灌木 梨拜以及花卉大道 支撑平台的柱子内部建有管道 将水从发拉底河带到最上面的梯田 然后在溪流和小瀑布中开花 浇灌下层植物 在这些神话般的花园里 最神奇 最稀有的植物白天和晚上都在盛开 白天和晚上 努力或劳工们用皮质容器转动水轮 用优发拉底海的水浇灌空中花园 凉爽 阴凉的花园 回荡的水的潺潺声 在炎热的巴比伦沙地上显得如此奇迹般 有关空中花园的建造者有一个古老的传说 至今能在流传 传说巴比伦国王尼布贾尼撒二是为了让他的 马代妻子感到更加舒适 特地为他建造了这个空中花园 他的马代妻子一世是阿米蒂斯女王 他原本生活在一个多山的地区 对于巴比伦这个平坦的沙漠地带感到不适应 所以尼布贾尼撒二是建造了这个空中花园 让他能够在其中欣赏到植物和深秋的美景 从而缓解他的乡愁 空中花园不仅是一个美丽的景观 还成为了皇室成员和马代妻子的度假圣地 虽然空中花园的传说美得如丝如画 但遗憾的是 直到今天 我们仍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它的存在 一些考古学家认为 空中花园可能是一个被夸大了的传说 或者是一个误传 实际上 古代的文献中关于空中花园的记载非常有限 这也让它的真实性变得更加不朔迷离 然而 关于巴比伦空中花园的实际存在 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至今能存在争议 虽然古代文献对空中花园的描述非常详细 但至今尚未发现确凿的考古证据 一些学者认为 空中花园可能是一个传说 或者是基于对其他古代花园的描述而产生的误解 另一种可能性是 空中花园的椅子已被其他建筑遮盖或者在战争和自然灾害中被破坏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巴比伦空中花园的真实性能有待考证 但它在古代文化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多后世的建筑师和园艺师都受到了空中花园的启发 设计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悬挂花园和绿色屋顶建筑 今天 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 空中花园的理念已经成为城市绿化和节能减排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关于所谓的空中花园 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究竟是可能的 还是仅仅只是红尾宫殿花园之间的竞争呢 这是否只是一个神话 还是一个历史现实 我们希望时间会给我们答案 感谢您观看这段探寻空中花园之美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通过分享这个视频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来支持我们